TH19见面会一片混乱,粉丝发文炫耀扑倒了刘雨昕,孔雪儿遇到贤猪手。 6月14日,刘雨昕、余淑星、许佳琪等人全员现身机场为618晚会做准备, 不过当到达目的地之后TH19却遇到了繁星市,被大批粉丝唯独苦不堪言, 刘雨昕甚至差一点被热情的粉丝撞倒,最先走出的是刘雨昕、许佳琪以及陆柯然三人。 当热情的粉丝见到心中的偶像之后显得极为兴奋,不但手中的手机闪光灯频闪, 而且有胆大的粉丝还冲上前去想要近距离与偶像接触,将刘雨昕、陆柯然等人挤到不能前行。 事后,有粉丝发文炫耀称自己莫名其妙被挤到了最前面, 后面的粉丝挤她扑倒了刘雨昕的身上,让她有了意外收获。 助力并非保镖,只是帮助处理艺人的日常工作而已, 所以当助力越界搂住孔雪儿的腰部时, 粉丝认为孔雪儿遭到了咸猪手,所以才会愤愤不平。 而且虽然粉丝们很是热情,但是并没有把孔雪儿像刘雨昕那样差点推倒, 大部分人仍然保持着理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